那么今天的选战话题要先带您关心的就是国民党这一边了 侯友宜的民调现在是持续的落后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不断是有所谓的蓝白河或是白蓝河这样子的传言 连练的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他的儿子薛长友 昨天的时候呢就出席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参序 那么他就透露了 其实最近他的父亲薛明志一直在出手 希望可以协助蓝白阵营来合作 同时他还语出惊人 他说呢老百姓的心里都觉得 好友宜被朱立伦给骗了 而且就连郭台铭也都被骗了 他的父亲呢是支持所谓的蓝白河或是白蓝河 那么事实上的人民根本就不在乎谁赠谁负 时间到了这个蓝白河一定会归队 好此话一出当时坐在一旁的柯文哲 这个啊是吓了一跳头就一抬 接着呢赶紧吃饭不愿多说任何一句话 好对此呢这回朱立伦也被问到了这件事情了 朱立伦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呢现在大家只有一条路 就是呢蓝营必须要团结一致 把焦点化为力量 炮口得要对外 看来呢大选在一起 这个蓝营得要尽速整合内部的状况了 我办法支持蓝白河或白蓝河 一直在出手协助蓝白河跟白蓝河 连电荣誉副董事长宣明志儿子宣长佑 十三晚间代表父亲出席 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参序 席间不断透露 宣明志一直出手协助蓝白河做 接着话风一转 被问到会不会促成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柯文哲 沟通会面 宣长又突然捧出一句 侯友宜被朱立伦骗了 而这话一出口 直接让正在吃饭的柯文哲 吓得抬起头来 他只代表他花眼 不止柯文哲赶紧把话插开 被点名的朱立伦和侯友宜 回答同样闪避 我们现在大家 就是要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大家把焦虑化为力量 把好口对外 不要再好口对内 希望大家面对所有的 外面的所有的杂音 我们团结一次好口是对外 大家希望的是 我们焦虑者要转化成 我们支持的力量 一起往前走 不知道是不是心有灵犀 红珠两人口径一致 喊话团结 毕竟2024大选在即 男人可得也尽速重整旗鼓 先安定内部 再向外遇敌 欢迎新闻成人李世健 综合报导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